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只是来分享一下 我个人信主之后的 师母的教导 就是我以前在教会 刚刚信主之后 师母就有一个教导 就是说我们进入一个 新的家庭里面 家里有家规 就是他有一个教导 教导说 你信主了之后 就要十一奉献 那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在做工的时候 只是收支票的 所以支票的话 之前我的生活已经是 就是说很紧 很紧的每个月的收入 就是很紧都不够开支的 然后师母就教导说 你现在受洗归入了 这个大家钱 然后你就要十一奉献 我在心想 怎么去十一奉献 我每个月都不足的 怎么还要把我的十分之一拿出来 那怎么办呢 然后师母讲了之后 我就说好吧 然后我就尝试去十一奉献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圣经有教导 这是真的 就是当我十一奉献的时候 神就在我其他的方面那里补足我 师母就会就说 他说那你 假如十一奉献了之后 就是说你 孩子可能就是比较少生病 就不用看医生 车子可能就不用常常抱胎 还是什么 你就可以把钱省下来了 所以神都会看顾你 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的神 所以我就从师母教导之后 我就开始每个月就十一奉献 到如今 我还是有这个十一奉献 所以我们的神 真是真实的神 他就看顾着我们的这个家庭 到如今 我们的神都是以便以邪的神 到如今仍然帮助我 在十一奉献这方面 我留守 然后就是说 只是当然守十一奉献 就是这不是奉献 因为这是圣经教导说 这十一奉献就是说 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是要归回给我 所以我们 这个是应该是当纳的 假如我们奉献超过十分之一 那才是十一奉献 所以我们要学习 把超过十分之一的来奉献给神 这样子 我最近就是说 这就是我的经历 所以神都能带我们的家庭 虽然是生活是蛮困苦 不是说有 就是不是说神 大大的祝福我 有很多的金钱 可是我就是神都给我 有足够的生活的费用 我不用为这个房租 或者是为吃饭来筹房 我很感谢我的阿爸父 然后我最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 然后我在以色列的时候 有参加特会 然后那个牧师就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这个教导 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 他也就是有奉献 就是他给每一个人有一个信封 因为都是大陆来的 我们这次我这次参加的都是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姐妹们 然后也有一部分 我们一部分只是少数的从美国来的 然后他就给信封 每个人都信封已经 线上了自己的 就是像我们收奉献这样子 每个人都线上了自己的该线的 然后之后牧师就说 你知道吗 我在大陆有一个教会 他们是怎么样奉献的吗 我们都每个人都很想知道是怎么样奉献的 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 我去那个教会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奉献 他们的奉献是说 每个人出来前面 他们是怎么出来的 是欢喜快乐的跳舞 拿着他们的这个奉献出来 所以我们奉献不是说 哎呀主啊 不舍得这样子奉献 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心 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奉献 假如你不舍得奉献的话 神是不悦纳的 我们要带着欢喜快乐的心 把我们啊 神是喜悦我们是 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奉献 这样子 所以啊 我觉得就是我们 也不用说学习他的这个教会 就是要每个人欢喜快乐 跳舞出来奉献 就是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 每一次奉献的时候都很感恩 我们能够奉献 因为神给我们有充足的这个 因为这个全世界 天上地下 所有都是我们的阿爸父的 我们应该是很富足的 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我们能够来奉献在我们的神家里面 使我们神家有良 所以假如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们 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都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该做的当那的十分之一 那在我们天上的土铺的话 我相信我们健堂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后面所需要的其他的费用 都是充足有余的 谢谢 然后我就是中国需要用 这个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来对大家说 就是说万经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那的十分之一 全然的送入土铺 使我家有良 以此施事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付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圣经都这么说 因为圣经的话也是不能改变的 神说的话 他说是就是 假如是多说了 就是处于魔鬼的话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